弟兄姊妹 心靈珍寶今天的主題是 詩篇第19篇7至10節 詩篇第19篇 講出神的創造和祂的話 都向我們說話 很寶貴拿來從神的表達當中 看見神美麗的心 也都認識宇宙的秘密 而第7至10節 講出神話語有很多功用 例如能夠蘇醒我們的心 和使我們的心覺得快活甘甜 也是最原備的幫助我們 而更加寶貴的就是 神自己會支持祂所說的話 祂的應許、話語、語言等等 必定成就 十九篇 這段詩篇很寶貴 今天我都沒有詳細說 但他很清楚說的話 你都知道是很寶貴的 當時還沒有新約 還有舊約那些還沒有 但詩人已經和他有的太寶貴 雖然沒有新約 但很多種子在舊約裏 所以聖經不是人的話 從創世紀 上面一個神已經在那裏 我們照我們的形象做人 不過他還沒說得那麼清楚 父子聖靈在那裏 創的第1、2、3章已經很厲害了 後面越來越更加詳盡 所以聖經是一種叫做 progressive 人也是 爸爸我教你 或者你學習都一直這樣進入 十九章 這篇詩很寶貴 可以說叫做兩本聖經 一個就是他創造的那些 我一生很多時候在山上聽著 我歡迎出去那些無人的地方 我一時都看了大本聖經 整個創造 雖然說這本聖經看來不大 但講的東西比它更大 創造的東西 所以小 但實際上它裡面包含的東西 大到怎樣 三重天都一直講到 地獄都一直講到 超過宇宙 我講到創世以前 一路到永恆 講到他對我愛 是從緊固到永遠 多闊 多遠 永遠 講的多到很厲害 所以一本聖經裡面很厲害 這裏說 耶我佛傳避 能騷醒人的心 我經歷過很多 他騷醒你的 他說會提醒你 使你的心又再醒 呼腹心 他就發傳避 正在這裏我覺得很貴 就是舊約 他有的已經有很多種植物 所以我們很貴 一定要進來到啟事 這本聖經 已經是超過世上無數的書 講到整個創造宇宙的位置 更厲害的宇宙 他的心底 那些夢想 最榮耀的計劃 所以我們最了解 為何有宇宙 也有些美好的陪襯 因為太榮耀了 我的王子公主 也有很多人陪襯 所以將來我們住的地方 都會聽到沒有朋友 我覺得小朋友是比較多 聽說的 最近我就有了啟事 二十一二章 你說新的那些 他就很歡唱 他這麼寶貴的歌 或者敬拜麥想 我覺得是很好 以前露天舞蹈 那些小朋友 說到天上的那些 譬如黃金街 碧玉城 西門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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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怎樣 他說未信主 不止一個 他說拍收獎 他說是不是很寶貴的小朋友 這麼單純 所以主他說 讓小朋友到我來 我們大家都應該這樣 幫助同心 就是很多小朋友 到這裡 最好想他這麼小 就得夠了 我拍攝所有 有小朋友的家庭 小朋友 都最不早信主 都是幼年富額 幼年一起有份 一生給他 享受 共和人生 多幸福 你沒有那麼多後悔 如果你還未信主 那一年一定多些後悔 那一年又可以多些遺憾 我也想早些信主 但是我也是這樣 也是少年 我每天都感謝這件事 他是我幼年的外主 直到今天 超過六十年 是不是太寶貴了 全世界都沒有很多 世上我相信 就是最幸福的了 我怕你也看到自己幸福 你看到下面很好 又是快活人的心 明亮眼目 有這麼甜 雖然你不是吃了那些層嗎 有味道的 我最保證的就是 他就說幫他自己 有他back up 分不開 可歸不改幾乎 除非你自己 把他肯定分開 那你就傻子了 他去解 就是他負責 所以我們充滿信心 以他信實為良 他說了些事 我就相信他 會照這樣做 語言會這樣成就 他是會這樣對我 每天他恩愛 年滿 新鮮的 除了我 他說什麼就是這樣 他享受 會對現的 實對現的 就是聖經的支票 也我話的分子 正正正正快活人的心 也我話的明明 情結能明亮 人的眼光 也我話的道理 已經全都永遠 也我話的蝶蝶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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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永遠 入冰 也被蝶蝶蝶蝶蝶蝶蝶 那一下